早安 又是時候說說10月5日 今天有什麼新消息 第一樣就是他給了一個Balance Manifesto的流程表 星期三有第一部分 星期四有第二部分 星期五有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說這個Flash and Alignment 即是藥劑和異常狀態 我們已經知道藥劑會分為四個Tier Alignment 之前也說過在天賦 或者其他裝 或者技上會有免疫 或者防禦的機制 第二部分就是Core Character Defense and Recovery 即是防禦機制和回復機制 他們說會增加多些不同的防禦機制在天賦樹上面 和其他東西都可能會有幫助 第三部分就是Aura Curse and Elemental Damage Over Time 即是光環絲 咒咒絲 和元素的持續傷害 他們說一個人開幾個Aura 給自己用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是一個人開Aura 什麼都不做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他們會改這個Party的輔助惡機 這三件事我之前也有一段影片說過 我會在上面放一條連結給你 或者可以在一個Like button下面的Description 會有一條連結 第二件事就是15號發佈會 它會有一個Twitch Drop 和之前一樣都是送翼 你看到這一隊就是他們將會送的翼 最後就是這個新的End Game Content 那它這次展示的就是關於Bridge的內容 你看到這一顆Flawless 相信是比現在的Pure再上一級 那就不肯定在Flawless對上之後還會不會有更高的Tier 眼見這個就是Monster Level 84 即是比Tier 16 Map更高 它本身就自大了4個Random Modifier 下面這裡就有幾個 它會Drop Card 就不知道它實質上有什麼Modifier 那既然有新的Bridge Stone 那我們的倉庫頁裡面 是不是會有新的一行放這些新的碎片呢 那Bex在Reddit那裡就已經回答了 他們會在3.16出的時候 Fragment 即是碎片葉 就會自動更新到可以放這些 包括這些在內的 Flawless Bridge Stone 應該是一個開始 我們之前也聽過他們有Plan到其他不同賽季 所以也會有這類型比現在有的更難的版本 相信在未來幾天它也會慢慢摔下高折出來 3.16 甚至乎其他PoE有關的消息 我有資料的時候 我會第一時間拍一條影片出來 放上Youtube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你想緊貼這個PoE的消息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上三個就是今天的消息 明天再見 拜拜